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所測到的文壇風向 這個8月號的影片 我們這一期會跟大家聊聊 從7月底到8月底之間 文學圈的一些大小事 我所注意到的有趣的事情 再次重申本系列影片的原則 這個系列不接受任何業配 基本上就以我看到的 我感覺到的 我感覺有趣的東西為主 也不保證公正客觀 我所提到的本書 也不見得全部都是我讀過寫推薦的 可能只是我聽到或是 觀測到說這個還蠻受矚目的 所以請注意我有推薦 我會特別講我有推薦 好那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內容 今天大致上有10條新聞 其實8月份感覺是一個 今年文壇會大豐收的月份 因為出版的量很多 而且我覺得品質都蠻不錯的 那等一下來跟大家聊聊 首先第一件新聞 作家旅行團 這個是我覺得本月最有梗的一個企劃 就是由聯合文學基金會 跟劍橋文旅這個旅行社 一起合辦了一個旅讀好日的活動 他們找了10個作家吧 反正總之要辦一系列的一堆作家 帶你去日本玩的旅行團 所以你可以跟著這些作家 依照他們不同的興趣 或者他們寫過的東西 專長的東西 他們會帶著你去日本的不同城市去旅遊 你只要報名就可以跟著去深度旅遊了 像以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最有梗的兩個 就是黃麗群 散文加黃麗群帶你去金澤 各位如果你有追蹤黃麗群的臉書 你就知道黃麗群不只散文寫的好 非常有梗之外 他根本就是一個 就是上輩子應該是住在金澤的人 然後跟金澤熟到一個誇張的地步 比我跟台南還熟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像聖浩瑋 聖浩瑋會帶來兩場 有一場帶大家去東京吧 然後另外一場帶大家去廣島 聖浩瑋的路線呢 就是他非常非常熟悉日本文學 所以他會帶著你去看這些 在日本裡面除了好吃好玩以外 帶你去看日本的文學館 或者是作家的故居相關的一些景點 那這個企劃我覺得真的非常讚 你可以感覺到文學可以 用他的內容跨界到一個不同的領域裡面去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網路上找旅讀好日 或者鏡橋文旅去看看 你也許還可以報名去玩 我記得是年底還是明年才要出發吧 所以還有一段時間 好第二條新聞呢 則延續我們上一次影片的新聞 就是台南政大書局到底會不會繼續營業 好最終的結論是呢 花蓮的政大書城會收掉 但台南的政大書城會繼續 這應該是地方政府跟政大書城協調之後的結果 那政大書城也宣布在8月底到9月繼續營業的這段期間 會再打一波折扣來讓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進去買書 其實我覺得折扣是一時的啦 但如果大家真的很希望看到這麼一個很優良的書店 繼續在台南或任何城市裡面存活 沒事就去晃晃 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就買一買 其實不覺得逛書店本身就是一件蠻開心的事情嘛 就看到各種溫畫花的 然後氣氛也很舒服嘛這樣 我自己也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9月中旬的時候要去台南駐村 駐村期間有一場活動就在政大書城 如果沒有 他如果沒有繼續營業的話 那我就要換地方了 主辦單位會很頭痛 也歡迎大家上網找一下相關的資訊 就是我在那邊會一場演講 因為9月我也有新書出版嘛 待會我們最後會說 所以不管是政大書城還是什麼書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到的話就可以請去帶一本筆牌這樣 好那第三件呢 一樣是一個跟出版有關的消息 不過這個消息呢 我相信是比較專業人士才會注意到的 那一般人比較少會碰到 但我覺得很值得說一說 就是文化部 它底下有非常多不同的司 部底下有司嘛 那這些司會執掌不同的業務 其中跟我們文學人最有關的就是人文出版司 就是出版這個部分 那人文出版司的司長呢 在過去幾年來都是一位叫陳寅芳的司長 陳寅芳司長其實是大家 可能會蠻容易遇到的一個司長 那總之呢在這個月 陳寅芳司長有一個人事異動 他調職調到參試一個 從具體的管這個司的業務 到一個比較相對來說 業務比較鬆一點的單位去這樣子 那我不太清楚參試在做什麼 老實說文化部內的人事公務協調 這是很比專業更專業的東西 我根本不知道這樣 但是呢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陳寅芳司長調職參試之後引起了 很多獨立書店或出版人的萬喜之聲 或者是覺得感念之聲這樣 這件事情是蠻奇妙的 因為一般來說這種公務員層級 他甚至不是民選官員 而是事務官層級的這個官員呢 很少會有曝光的機會 一般大家不會知道 但陳寅芳司長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所以很得人緣這樣子 那可以讓大家感覺一下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中高階的公務員呢 也是很認真在做事情 並且有很強的專業能力的 我舉個小故事就好 我跟陳寅芳司長的接觸是 我通常有時候會去文化部審一些案子 那有幾次呢 我審的案子就是關於獨立書店 我們要不要補助這個獨立書店 或者獨立書店要辦活動 我們要去審核說這個活動效益怎麼樣 我大概會去這樣子的案子這樣 那當然獨立書店會上繳 他們的資料讓我們參考 那也不避諾言 對我來說我只能看資料 我不是每間書店都去過 全台灣那麼多書店對不對 但是像陳寅芳司長 或者是一些文化部很相關的同仁啊 他非常厲害你知道嗎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問一個點 就是有的獨立書店喔 雖然他名叫書店 但是他都在賣咖啡 他書的藏書可能也很少 那我們都想確定一下 這個到底是書店還是咖啡店這樣 那陳寅芳司長他的專業跟熟悉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他已經走訪過全台幾乎大大小小的獨立書店 所以他是可以信守年來跟你講說 這個大概這家店100多本 全家店100多本 然後想說100多本 哇比我的書櫃還少 比我家裡書櫃還少 他這家店有一兩千本 這家店有五六千本 這就是很驚人的地方喔 你想想看全台有多少書店 講個名字他就跟你講100多本 你就知道他對他的業務熟悉到什麼程度 所以他離開造成很多討論 或者是很多感念的聲音 我覺得可以想像喔 那就在那邊做一則新聞 為大家記錄一下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聊一些比較出版跟活動相關的訊息 首先要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是 最近有出一本在歐美很轟動的 算是奇幻小說嗎 叫做巴別塔學院 那你看到巴別塔這個名字 你就知道他跟語言有關 因為他是聖經的一個典故喔 那這本奇幻小說 這本奇幻小說我沒看過 不過我看他的設定蠻有趣的 就是以翻譯 語言的翻譯這件事 當作某一個魔法的衣龜 然後來展開他的奇幻世界 當然會涉及種族 涉及性別 各式各樣的問題是吧 好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裡呢 那作者是一位華人 這個匡名秀 那他是美國人 就是移民到美國後來跑去倫敦念書 那本來通常這樣的翻譯作者 有華裔背景也蠻多的 也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我前一陣子突然看到 匡名秀在台灣開新書發表會 就說 欸 那什麼人剛好在台灣呢 因為他來吃大學中文 像出版社啊 或者是我記得沒錯的話 版權代理的坦光磊先生 他們就很機靈喔 迅速就講說 你在台灣是不是 來來來來辦新書發表會 所以匡名秀反而在成品 有一場新書發表會喔 非常有趣 就是通常這樣的翻譯作者 如果在台灣出書 你只能找譯者 或找相關的學者來談 但很好很少見 你可以看到作者本人來的喔 那這個我覺得很值得記錄一下 那同一時間呢 因為我雖然沒讀過 但是很多喜歡 喜歡科幻的朋友 都非常喜歡這本書 他在歐美也賣得非常好 所以雖然有點厚 不過應該是好看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來看看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呢 是我們自己的消息喔 就是在大概也是7月底到8月的這段期間呢 高中生範圍最大的文學獎 台積電青年文學獎 就是最強高中生的這個獎項 台積電青年文學獎揭曉了 那他有分小說展文新詩三組 其實我小時候他只有小說組 後來慢慢陸續加開了新詩跟散文組 然後也都有很多不錯的作品 我自己就是當年的得主 其實有非常多厲害的 你現在知道的 稍微40歲以下的作家 都跟這個獎多少有點關係喔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聖浩文 他也是得主 那這個其實你一路查下去有很多人 那今年的首獎呢 今年我覺得是台中一中 台中女中是最大贏家 他們少了好多獎項 今年的首獎就是一個台中一中高二學生 叫謝婉彤 那他的小說呢 也在8月多的時候呢 貼上了台積電青年文學獎的粉絲頁 叫做 吳虛無嘴 對不起我台語很差 吳虛無嘴 那講的是一個 有微妙的長照的故事 非常悲傷 你一般講到長照 你會想到的是年輕的照顧老的 那他這故事是老的照顧年輕的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這一篇小說呢 為什麼值得特別一講 雖然當然本身寫得很好 沒有問題 不過他在社群上其實引起了一些討論 那個臉書專頁貼出這篇小說之後呢 總共有2000以上的轉貼 雖然是一般轟動的現象級的 大概文學圈大大小小都聽過這個人 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新人就需要更多的鼓勵 其實寫作者能不能寫下去有時候就是靠這種 你覺得很疑惑很虛榮 但他就是個燃料 寫作已經賺不到什麼錢了 未來前途難補這樣子 但是有人的鼓勵有人的閱讀 就是作者躲下去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的現象 那如果興趣的話 大家也可以上 台積電青年文學講的本事專頁 去看一下這一篇 我記得聯合報上面也有相關的文章 接下來第六則新聞 這則新聞呢 也跟上個月的新聞講的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我們上個月有談到說 最近好像有很多早期台灣文學作品 日治時代相關的大出土 什麼邱永漢什麼一大堆 那我說出土嘛 那接下來我們訪問聖浩偉的一期影片 你也講到富裕 他認為這是台灣文學的富裕 他本來存在 他只是被富裕回來 好那在這個八月間 也有三本我覺得有這種出土 或富裕意義的作品 第一個是新的創作 非常可愛 這個是一本繪本 繪本應該用台語念 兩拼 兩拼 嘴手疑心賴河 總之是 以賴河為主題的一本繪本 非常可愛 然後他是用 台語文去寫的 那我很喜歡他的畫風 他是一個叫 黃玉清的 畫家去畫的 我再隨便翻翻給你看 你就感覺一下他的畫風 他的 他抓的點很有趣 就賴河在大家看他的照片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印象 其實如果你熟悉賴河照片 真的他的 鬍子很顯眼 抓這個意象 我就抓的很準 這是個可愛慈祥的異聲 在這本書裡面就跟你講說 這個醫生 他 怎樣的 對大家很好之外 他又推進文化事業 醫生跟作家身分同時告訴你 你如果家裡有小孩 我很推薦你給小孩看 如果你家裡沒有小孩 我很推薦你收藏一本 為什麼 台語文的學期 其實你直接看一本書壓力有點大 但是你看看這個繪本 他就這麼幾行字 對不對 你一夜看個三分鐘 也看不了半小時 一小時 三分鐘就可以把一些常用字 常常劇情學起來 所以你如果對台語有一點基本的興趣跟概念的話 這本繪本很不錯 除此之外 也有老書新出 這本 日影仗集的華麗島志祺 日影仗集其實在 之前也有出過另外一本 我記得比較長篇的作品 但 如果真的要說最近幾個月出的 日志時期的老作品來說 以好看程度 娛樂程度來說 我覺得他應該是No.1 因為他是個短篇集 那日影仗集這個人他來台灣當過兵 只是以日軍的身份來台灣當過兵 那他寫的一系列東西都跟 幾乎跟這個軍旅經驗有關 可是他自己本人是個喜歡寫推理跟驚悚的作家 所以他都是一些推理故事 然後帶有一點點 神怪的因素 比如說 像第一篇好了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他第一篇最長的叫 冕床鬼 冕層 冕層就是台灣那種很華麗的 大床 他就是在講說一個 軍人去 人家家裡寄宿的時候 睡在一個這樣冕層上面 然後就發現半夜都會有女鬼跑進來 可是最後他會發現那個 好像不是女鬼 裡面有一些微妙的人情事故 是透過推理寫出來的 那開篇的冕床鬼 跟結尾的吃人鬼 我覺得都寫得非常好 吃人鬼真的是 一個很精煉的小說 他 把一個 人懷著某種秘密的各種曲折心思 都寫得 很厲害這樣 那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推薦這本 真的好看 你直接去就 直接下單吧 我就會變壞了這樣 那如果 再專業一點 我們有 之前 訪問過聖浩偉嘛 讓聖浩偉來談談他的 這一系列套書 100年前我的冒險 我們的冒險 雖然我們已經做過一個 長達20-30分鐘的訪問 但我這邊真的要再推一次 因為這套書真的很厲害 這套書呢 一本 是講 日治時期的作家們的故事 他找當代 非常厲害的一批作家 來寫日治時期的作家 這裡面的寫的寫法 不是資料介紹 他的每一篇 都像一個獨立的文學作品 比如說我很喜歡 洪明道那一篇 蕭怡輝那一篇 或者是這個 後面的 其實每一篇都很厲害 宅藥啊 什麼都很強大 他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都會一般都會說 這是一個文學普及的一個說法 對啦他寫法很輕鬆的普及 可是 他不是因為普及就寫的簡單 他超級難 我舉個例好了 如果各位你喜歡 我兩年前出的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我裡面寫了 九個作家的故事 很多人覺得說 讓他認識很多作家的方方面面 我雖然自己是寫那本書的作者 但我必須說 以平均水準的難度來說 這本比我難多了 因為我一個人要幹九個 他們一個人寫一個 他們的 那個 權力思維的密度跟精緻度 跟資料的反覆程度 是不可能我一個人跟他們拼的 這樣 當然他們 任何一篇的強度 不會大過於我九篇加起來的強度 可是 他是十個人寫 所以我覺得這一本真的非常厲害 這個月如果要說難度最高的一本書 這本 那同一時間他作為一套 他又有把他介紹這些作家的作品選在裡面 這個很值得去配套來閱讀 這邊看故事 這邊看他們的作品 那這裡面呢 也收入了很多 其實就算是我這樣的台文系所學生 也是第一次看到的作品 就是我知道他存在 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找來看 或者是我找不到 因為他是翻譯的 他需要日文 我日文不好 全部都翻出來了 都找出來給你 所以這一組 非常漂亮 歡迎大家去找他看一下 好 那前面講的是出版方面的 台灣文學早期復育 除此之外呢 也有一個 我覺得蠻有歷史意義的活動 在這個時候發生 大概在9月中的時候 應該9月16號吧 楊葵 娥媽媽要出嫁 這個專輯 楊葵其實是一個日式時代的作家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小說 叫娥媽媽要出嫁 這個小說 在90年代 三十年前 30年前的時候 就是距今剛好30年 有一個水晶唱片行 他們是做很多本土音樂唱片行 他們找了很多厲害的本土的歌手 把這個小說呢 用他的小說去改編 轉譯成 現在 現在叫轉譯 當年沒有這個概念 改編成一個 厲害的專輯 叫做 楊葵 娥媽媽要出嫁 這個專輯已經30週年了 那這個專輯呢 在90年代的所謂 新台語歌運動裡面 又有一個 非常舉足輕重的地位 所以他是一個 文學跟音樂的交會點 他在音樂史上很重要 他在文學史上也很重要 那今年因為30週年的關係 所以他們會在9月16號舉辦音樂會 那這個音樂會有募資有賣票 不過這個訊息呢 我只是跟你講講就算了 因為你已經買不到票了 好他已經賣完了 但這個音樂會30週年 我覺得很有歷史意義 我記得陳明章 朱約信這些厲害的音樂人都會參與這個表演 如果你有買到票的話 就去聽一下 我自己是沒有 沒辦法去聽 那如果你沒有買到票 萬一有票讓出 考慮一下 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活動 好 接下來呢 三則新聞 我們就會再回到出版上方面的消息 我剛一開始說過 8月感覺會是我們今年大豐收的一個月份 我甚至覺得今年最好的10本書 可能有大半都會在這個 月份裡面出來 那我們先講 分門別類來講 我們先來講小說 第8則我們先來講小說出版快訓 小說 這個月出了 非常多 我完全沒有機會 久不看完 所以我先告訴你大概的清單 賀淑芳 蛻變 張漢翔 霍俊延遲 班語堂 安雅之地 楊雙子 四維接一號 吳小樂 那些少女沒有抵達 陳宏鳴 水中家庭 李金蓮 暗路 前針 緣故地 這個是我有注意到的 也許還有我漏的 我不知道 你可以想見一個正常人 根本不可能看完 他太多了 那 我也沒有看完 所以我只能跟你介紹 我有看過我覺得很好的 首先 我覺得今年在純文學方面 會有最大收穫 受到最大矚目的 這個 賀淑芳 退 這位賀淑芳是一位 馬來西亞的華人作家 馬來西亞有非常多作家 因為 求學或經商的緣故 或者是工作緣故 其實在台灣很活躍 那因為馬來西亞那邊 有華文的文壇 可是這個文壇的規模比較小 所以他們有很多人會跑到台灣來闖蕩 因此在台灣文學史上呢 馬華文學一直都是一支重要力量 就是他們是 有點像是 會提供一些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觀點跟歷史背景 那賀淑芳就是馬華文學 終生代的大將 他的重要性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舉個例來說 我前兩年的時候我去評審 台灣最大的一個書獎 叫國際 書展大獎 這是我們台灣最大書獎之一 那我是評審之一 我是最年輕的第一次去審 這樣 但你知道賀淑芳也是評審之一 就你可以想見以一個 就是他不是台灣土生圖長的作家 可是我們覺得他們觀點非常值得 這個 參考 所以國際書展會說 來你來當一下評審 這樣好 是這樣的地位 那他這本蛻變是他最新的一本書 他在講的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政治的非常重大的風暴 叫513事件 513事件在馬來西亞華人的這個創傷感 非常類似於台灣的228事件 因為他是一個馬來人對華人的大規模屠殺 我就直接說用屠殺這個詞 那 蛻變以他為背景 寫的是 這樣的事件當中 的女性 女性們 那這些女性都很底層 都是底層的華人 他們是都搞不太清楚這種政治狀況 那就莫名其妙 家人就被殺了 朋友就被殺了 但是自己就有性命危險 那上下三代的女性 不過因為這是一本比較純文學小說 我一開始就說了 不要傻傻的看到我推薦就衝去買 你不見得適合 我真的必須要認真跟你講 他比較難 他是純文學小說 他不是那種 故事很清楚 開頭發展結尾高潮 這不是這樣的故事 他一段一段是群像劇 每一段之間的邏輯關係 並不明顯 但是每一段的文字都非常好 不是那種修飾過頭的好 是 控制力良好的好 就是不華麗但是很好 那情緒 意向 整個調度都很厲害 但是寫法就很像石 跳躍一點 所以 我覺得他寫得非常好 我自己很喜歡 但是 大家自己感覺一下 你是不是純文學類型的讀者 如果是的話 這個很讚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同樣是純文學類型的 新人 我覺得今年可能最重要的新人之一 張漢翔 或許延遲 這個我有掛推薦 所以我有事先看到 因為我是推薦者 當然要事先讀一下 那 我也認識他一二十 沒有二十 十幾年了 我必須說 我認識他十幾年了 但我已經大概有 五六七八年沒有去關心他了 我是一個 就是 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導師 他是我當年的學員 但我今年在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 大進化太厲害了 這樣子 不愧是動畫無名義的學生 這樣子真的是很厲害 他是寫也是三代人的故事 但是用一系列的短篇把它串起來 每一篇故事都清晰 但是有力量 那也寫了香港的事情 也寫了台灣的事情 他基本上把九零年代 以這樣台港交織時寫得非常好 你如果喜歡台港流行文化的人 你會看到很多有趣的梗 比如說林正英 可以想像林正英跟反送中有什麼關係嗎 殭屍跟政治運動會有什麼關係嗎 可以靠大量的流行音樂 500啊 然後這個 或者是香港讓一切隨風啊 這些東西全部都搭在一起 甚至會出現一些算命啊 什麼之類的元素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從文學的小說 但是他沒有那麼難 因為他套了非常多流行元素去組裝 然後他的這種 閱讀的這個 感受性 雖然風格不太一樣 但你可以同樣看到 有點像去年的思維哲也 或合文精這樣子 很活躍的 很技巧很好 然後但是又 不會很賣弄的一種寫法 張愛祥 或許延遲 大推薦 再來 如果你覺得上面兩個 都太難了 本月最娛樂 楊雙子 思維皆一號 楊雙子的小說呢 在過去幾本裡面 他已經展現他的實力 他喜歡寫 歷史 喜歡寫百合 在這篇小說裡面 有一點歷史元素 但百合 氣味更強烈 以前楊雙子的小說呢 是形式通俗 主題嚴肅 這本思維皆一號 就是一個 香香的女生宿舍裡面的 百合故事 所以 形式通俗 內容也很通俗 主題也很通俗 非常愉快 他多愉快呢 佔一本兩百多頁的書 我有一天出差 還沒有出差 我有一天要去板橋開會 我從中和 坐捷運去板橋 我就這樣來回兩趟 加上中間一些休息時間 我這本就看完了 非常輕快 非常愉悅的一個 四個女生們之間的友誼 或戀愛故事 因為百合嘛 他不見得戀愛會寫得那麼清楚 當然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楊雙子擅長的元素就是 很多食物 會很餓 我覺得這也是楊雙子的正值標記了 他在花開時間裡面還沒有這麼愛吃 他後來的每一本 台灣漫遊錄 都有夠愛吃 這本 一群女生在宿舍裡面能做什麼 做菜啊 超級餓啊 裡面一直吃東西啊 這樣 那不要半夜看 但是 半夜以外都很推薦你看 配飯吃 很下飯 這本好看 那再來 最後一本 我手上沒書 因為在我錄影的時候他還沒出 他是預計8月31號要出的 那個斑魚堂的安雅之地 這個我上個月有提到 我說他是台灣歷史小說獎裡面的 重要作品之一 那 沒有得獎 不過 我上次幫我們說啊 斑魚堂的這一本 跟最後得獎的 張英明那一本 他們是最終兩個在爭霸的作品 我們評審其實最後在二選一 那 張英明那一本應該之後也會出版 他寫得很好 但是斑魚堂這個先出了 在蓋雅出版社 安雅之地 他寫的是 一個台灣人 在日之時代遭遇問題的時候 他 沒有地方走投無路 他去了哪裡 他逃去八重山 也就是沖繩的一個小島 所以他其實講的是兩個島之間的故事 你逃過去之後 難道事情就會解決嗎 然後過去之後發現另外有一組人 那邊認識的一個少女 一個女生 跟他說我有一個原因 我必須回到台灣 那你現在 日之時期到戰後之間的糾葛 台灣局勢一片混亂 你要走還是要留 他其實是一個這樣子 很有歷史感的故事 那我為什麼特別推薦斑魚堂 因為我讀過斑魚堂的第一本書 石肉的土丘 我也認識他很久了 這是他第二本書 石肉的土丘寫得不錯 但是我認為就是 文青感還是太強烈了 藕包很強烈 就有一種矜持感 一般讀者讀起來會覺得 有點黏膩這樣 但是安雅之地我覺得 就是火候已經掌控到很漂亮的地步 終於不再那麼文青了 他還是很美 他的文字真的還是非常優美的 走優美路線的 沒有像張漢翔那麼 痞子 男生 這個很男性 異男的寫法 比較痞子一點 這個斑魚堂還是寫得 細膩一點的路線 可是這個細膩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不會讓人覺得煩躁 黏膩 所以一樣推薦給大家 好 那剛剛是關於小說部分的出版跟推薦 接下來我們來談詩集跟閃文 其實詩集跟閃文我注意的不多 但我感覺到大家最近聲勢比較大的有兩個 一個是鄭順聰的台位漂沛 我手上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看 所以也不在我手上 但台位漂沛在寫什麼呢 寫很多 台灣小吃更進一步的文化史 跟他的介紹 那我自己看過一些試讀的篇章 鄭順聰這個人 如果你上個月有看我們的文壇測風向影片 他有出場 他在哪裡出場呢 就是鄭怡農事件 你記得嗎 沒有用台語發表事件 鄭順聰當時有出來發表意見 那因為他是比較就是 熱切推薦台語派的 所以他當時也遭遇了一些公關危機 但是書本身是寫得很好的 概念應該是非常厲害的 寫作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以信任的 那如果你對他有進一步的興趣 歡迎你讀一下台語漂沛 他不是用台語文寫的 但是他裡面用的非常多台語文的梗 然後他在講到一些 烹調啊 食物啊 關鍵的動詞或細節的時候 會特別跟你講 這是台語的某個用詞的用法 台語會那樣講 那為什麼要特別跟你講語言 因為不同的語言代表 不同的烹調方式 比如中文講 兼竹炒炸 那台語講的可能是其他的動詞 兼竹炒炸是四種中文的模式 那你在西方裡面你可能已經不一定能夠 很好的找到對應詞 那你回到台語裡面 台語又有更多自己的 相對的烹調的手法 那你就會看到說 從語言文化到吃的 這個全部串起來 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呈現跟內涵 所以應該會是蠻不錯的作品 我看到的試讀篇章都寫的好了 那我不知道整本如何 但是 應該是可以期待 那另外一個我確定有讀 寫的很好的 詩集 唐娟 柯南 這名字很鬧 因為這個詩人本人就很鬧 唐娟 他本人現在台大中文系的主任 聽起來是個 道貌黯然的一個身份 可是我 作為創作者唐娟 他出了非常多詩集 他詩集一向都是很 很敢玩的 你會覺得這個人有ㄎㄧㄤ有玩心 同時邊玩又邊有一些古典的底子在內 所以 歐柯南這本書其實他裡面就 有很多奇奇妙妙的詩集 我很難跟你推薦 因為 都很厲害 我當時看這本詩集的時候 因為詩集很短 每首詩都不長 我就跟我的太太兩個人 我們在外面 吃甜點 然後我就吃一吃 吃兩口 然後翻一折 然後你看 這個好好笑 給你看 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起笑完了 然後再吃兩口 我翻一折 這個也很好笑 這樣 然後那個好笑是 當然這個好笑並不是說你看舊殼版 或是 看網路笑話那種好笑 你需要一點點文學底子 或一點點文學上的趣味 他的各種 文字遊戲跟拆字 你會有一種 比較 高雅跟創意來回 有時候很有創意很 很鬆 然後有時候又很高雅 然後 梗又有點內梗 文學梗 這樣來回 加在一起的感覺 很棒 這樣 我們之前做影片講刀狼 柔差還是 我就說那個文字遊戲有點 有點柔 格局有點低 這樣 那什麼叫格局高的文字遊戲 就是這個 好有興趣 非常歡迎大家看一下 這個 我大概這個月講了N4這句話 因為這個月好的書很多 好 那講了一大堆 九則的新聞 都是別人的東西 最後第十則 請讓我自肥留給自己 8月29號上市的 我的新書 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 因為畢竟是以我為中心的風向 所以對我來說這當然是本月最重大的事件 那 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 在書名上 當然是跟 兩年前 他們沒在寫小書的時候對照 那 如果你有興趣 我也歡迎你兩本一起讀 因為 兩本其實是可以當作某種 復古的一個概念 他們沒在寫小書的時候 我們有出新版 封面跟他也是一套的 片式應該會幫我打上去 那就 這個新書 完全新書的這個 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 為什麼叫傷害呢 因為我要講的是作家們之間的論戰 兩年前那本書講的是作家們的故事 的人生故事 他的轉折跟他的情感 但是這些人 一個一個的時候都很好 碰在一起的時候可能就會打架 所以我讓你看他們打架的過程 這本書收錄了10場 發生在20世紀 對台灣來說至關重要的文學論戰 從第一場新舊文學論戰 台灣人怎麼從文言文轉成白話文 到中間 驚天動地的什麼鄉土文學論戰 現代派論戰這種東西 到最後的一個雙層論戰 左派跟同派的大對決 他們在討論台灣文學史 應當怎麼寫 這整個歷程我就把它寫成一本書 在這本書裡面 當然因為他寫的是論戰 所以他會談到比較多 文學理論 那當然請不要擔心 我想各位常看我的影片 或看過我的書 可以相信我的表達能力 我會努力的講到 高中以上的程度 都可以看得懂的地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說 我在找這批論戰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 學術研究資料很多 10場論戰 每個論戰的資料都很多 可是 把它併在一起講得很少 那 個別的論戰 各自當然都有意義 那併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 余光中不只出現在一場論戰 他的 這個 這個 立場會變化嗎 或者 葉石濤 他跨越了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論戰 那他們的 這個處境有不一樣嗎 那甚至我們可以從論戰裡面看到更多 他們平常寫作品的時候 不會寫出來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 人打起論戰來 有時候氣急敗化 真心話就出來了 你的形象很好 作家會講出很恐怖的話 或者你平常覺得 形象不怎麼樣 立場不怎麼樣 作家也講出一些有道理的東西 你把10個東西都串在一起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更 活靈活現的一個像張悔小說一樣的感覺 這個是我自己在寫作過程中 覺得很享受的部分 那也希望可以把這個感受帶給大家 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 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去找來看 OK 我們今天的文壇風向影片到這邊 其實我看看時間好像也20多分鐘了 我們這次只有10則新聞 沒有到上市那麼多 但是好像也沒辦法剪短多少 因為8月真的很精彩 那這個 希望今天講的這些內容 都有成功的讓大家 喚起一些興趣 你不用全部都跟著我走 我是專業人士 我在這邊工作 所以我當然需要去接觸這麼多資訊 如果這10條裡面有一條兩條 你有興趣 願意去看一下 關切一下 我覺得就已經很棒了 OK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也期待下個月會有更多 有趣的新聞 跟事件 文學事件發生 讓我可以播報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者加入會員 支持我們做更多影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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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